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介绍万有引力 万有引力 这个是牛顿所发现的 他的理论就是说 每一个指点 就是我们宇宙中间 每一个指点都会对宇宙间的其他指点 有一个引力 有一个attractive force 那么这个引力呢 它的大小是跟两个指点的质量乘正比 与它距离质量的乘积乘正比 与距离的平方乘反比 那么方向呢 就是在两个指点的连心线上面 我们其实在第五章 已经跟各位介绍了 它最重要的部分 我们讲牛顿力学的时候 已经介绍过了 那就是说我们宇宙间有一个指点 那其他有很多指点 不管是哪一个指点 它对它呢 都有一个attractive force 一个引力 我们现在把这个坐标画出来一下 坐标 比如说 这个 这是一 这是二 那么 我们现在看这个 从这里到这个地方 这个距离 我们算它是fr12 那么 我把这个画大一点 其实它是指点 然后这个 到这一边的距离呢 我们称它叫做r21 那么 有这个单位向量 这是一个单位向量 这个单位向量是r12 univectal 这个是r21的univectal 然后 这个力 从这里往这一边 这是m2吸引他的力 那么 这个力呢 这么过来呢 是m1吸引m2的力 那我们把这个 我们干脆把力啊 不要画这么长 画短一点 画短一点 这个是r12 这是r21 这个力 从这里 是m1吸引m2的力 我们称的力 我们称它叫做f1 1 2 那这个力是m2吸引m1的力 叫f21 他们两个会互相吸引的 就是每一个指点 对其他的指点都会有一个吸引力 好 牛顿他就说明 他就把这个关系呢 找出来 他说f12 是等于负g m1 m1 m2 r1 2 square univector r12 好 那这个就是m1这个指点吸引m2的力 反过来呢 反过来呢 那f21 他也等于g m2 m1 r 2 1 square r 2 好 这是牛顿发现的 我上次说过 他发现这个 没有马上发表 因为啊 这个式子只适用于什么呢 m1跟m2是指点的时候才能用 如果你这个物体很大 它是有体积的 这个式子不能用 因为你不能把整个体积的东西 这么大体积都带进去 不能这么大体积带进去 因为你这么大体积的东西带进去 你r12 r21 要怎么选呢 所以他没有马上就把它用进去 那么即使他发现了这个 也不是一个做个梦就出来 我们说他被苹果 坐在苹果树下 看到苹果掉下来 就得到一个灵感 那这个是一个神话 就是牛顿呢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数学家 他物理非常好 他观察力非常的敏锐 他在苹果树上 苹果树下看书的时候 看到这个树叶都往下掉 苹果也是往下掉 他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物体都是往地上面掉 并且他看到月亮绕的地球在转 当中也没有绳子 他为什么要绕地球转 可见这当中一定有利益的存在 于是他就开始有这个概念 说这个两个词典之间会有引力 他还没有这个四周 后来他就看这个天体的运动 天上星球的运动 他就把那个时代有一个很著名的 天文学家叫Kepler 那比牛顿还早了 他花了二十年 来研究天上行星的这个轨迹 把这个轨迹啊 研究出来了 那牛顿就根据他这个Kepler的三大 行星定律啊 就来看看 这两个引力应该有什么关系 结果他这个引力呢 这个式子啊 可以用来解释 Kepler的这个三大行星定律 所以呢他就认为这个是正确的 但是他又不敢发表 就是我刚刚说的 这个式子仅局限于M1M2是指点 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大物体应该也可以 但是不能直接带这个式子 于是他就开始着手研究维积分 你们念的维积分呢 就是牛顿发展出来的 然后有维积分以后啊 我们就可以用积分 把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啊 用这样的一个式子 把它倒出来啊 那么这就是万有引力 那么这个当中的G就是万有引力 常数我也曾经写过 它是六点六七三一零乘十的负十一次方个 Newton meter square over kilogram square 这个叫万有引力常数 这个不需要去记哈 不需要去记 那现在我们就看 这个是对指点来说的哈 对指点 两个指点设的这个 互相的引力 那么如果不是指点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维积分去积分 但是我们现在就讲说 如果两个物体 它是均匀的球体 均匀的球体 质量是均匀分布哈 的球体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距离呢 设定在两个球星 ok 你从维积分发展出来 结果也是这个样子的哈 我们就记得这一件事 那么以前我们也讲过 好 我们这个式子 通常我们一般人呢 不会去去研究天文 啊 我们都是在地球上面的生活哈 生活局限于地球 于是呢 我们就对这个比较有兴趣 对有一个物体是地球比较有兴趣 哈 那么如果这个 地球的半径我们称它叫做大R 它的质量我们称它叫做M1的话 M1 好 你现在有一个质点在这个 质点M 在某一个地方 好 这个地方 跟球星的距离是R的话呢 那么这个物体 M小 小指点 就是地球的一个引力 唯一的一个引力就是地球给它的力 这个力啊 我们通常称它叫做Gravitational force 这是唯一的一个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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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我们令这个 这个叫做R Univectal 好 那么FG 就等于负G M M Captal M E Over R Square 这就是一般物体 距离地球球星R远之处 这个质量为M的物体 它所受的引力 好 地球给它的力 OK 好 那么 这个力呢 因为它受了这个力啊 好 我们就说 它以后有什么样的一个运动状态呢 我们就带入牛顿第二定律 牛顿第二定律只有这个力 好 我们就把这个力写出来 好 它要等于M M A 牛顿第二定律 受力以后啊 就 产生 加速度 我们假定那个M的质量不会改变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相等以后啊 我们就会知道 在空间 任何一个位置 这个质点的加速度是等于 这个 10点的加速度 10点的加速度 那么这个我们也把它写成这个东西 G 这个不是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地球表面为了要跟这个分别 我们就把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啊 把它设定为G0 那这个G呢 就是一般的加速度 但是它另外有一个名称 叫做重力厂 重力厂 重力厂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 单位质量 就是一公斤的物体 一公斤的这个 我们讲质点好了 它在空间任何一个位置 受地球的引力 你把这句话写上去啊 我又说讲的你就要很快的把它写出来 每一公斤的物体 在空间任何一点 所受地球的引力 就成为那一点的重力厂 所以重力厂是一个负的 R方向 就是说向地心 向地心的 这是任意一点的加速度 如果这个物体是在地球表面附近呢 指点 在地表附近 地球表面不远的地方 我们可以再画一个 好 假定在这里 这个 那么我们画一下 这个是R 好 那么 从这里 从这里 到这里 这个是H高 地表上面 H高的地方 H高的地方 那么 它所受的力 它所受的力 F 也是FG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写成SigmaF External External 好 它就等于负G 这个还是一样 M1 M1 OVER R平方 但是现在这个R呢 它是等于负G M 它是等于R加H H 这一段是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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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加H的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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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A呢 所以A呢 我们写 这个就是G0 G0 G0 这个时候就等于A 它是等于负G M1 R加H平方R 如果这个H 如果这个H 比R小的很多很多的时候 圆小于R 那么这个分母R加H H的平方 我们就可以把它用二相式定理 把它展开 它就相当于 这G0 就等于负G M1 我们把R Univector写在前面 这个是R 我们把R提出来 把这个R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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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二次方 负二次方 就是负二次方 好 我们就等于把这个 变成负二次方 那现在我们 不是 这是变成1加 R已经提出来了 1加上H H 和R的负二次方 这个比这个小很多 所以这个就可以 麻麻糊糊糊的等于 我们就等于 我们就取这一项 所以等于 是负R M1 over R 那么 这个都是常数 所以这个就等于 定值 这是地面上的 地表 正在地表上面的这个 重力加速度 你如果距离地表不太高的话 它的重力加速度 可以麻麻糊糊的看作 跟地表的加速度一样 好 然后我们 以前在 在魏南那一章 也讲过 如果一个 一个指点 在地球 附近 掃过去的时候 引力 应该我们写引力未能 Gravitation potential energy 我们上次讲过 假定这是一个地球 我画小一点 小一点 质量是M1 好 现在有一个 质点在这里 它圆着这个路径 移过去 它的质量呢 是M M 它这个时候 受的引力 就是地球给它的 引力 M FG 它唯一的一个引力 就是 Gravitation force 然后我们假设 然后我们假设 叫做 R Univector R Univector 那么 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 叫做R 好 然后呢 它走了一个 圆着切线方向 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位移 D S D S 那么 这个力 FG所做的功是什么呢 这个功就是这个 FG D S A 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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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B from point A to point B A到 B 那我们现在要算这个 算这个的话呢 我们先把里头的向量把它处理掉 向量处理掉 因为积分不能够积向量 除非这个向量是一个定值 否则你没办法处理 所以我们要把向量变成纯量 变成纯量我们就把这两个 用向量内积来做一下 它就等于负积 m cap m1 r square r dot ds ds就是这一段路径 切线方向的这个路径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向量分成两个分量 两个分量 一个分量就是圆着半径的增加的方向 一个就是朝这里 一个就是这个分量 这个 这个我们称它叫做dr 这个呢 这个大小是dr 方向就是r univectal 那这个因为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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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取它的直角 这个角度如果我们设定它是dθ的话 那θ的方向是跟r垂直 跟r垂直 我们就定这个是θ的univectal 那么这一段的长度 就是r乘dθ rdθ 我们这个先写大小就好了 它是大小 那么因此ds呢 它是r univectal 乘dr 再加上θ univectal r dθ dθ是这个 我们把这两个 内积 这个到这个 夹角零度 所以它这个存在 这个跟这个univectal 夹角九十度 一到的就是零了 所以它就只剩下这个 所以它就变成负的 gm e over r square dr 现在是存量的 现在是存量的 我们就把这个带入 那个式子 把它带到这里头来 所以fg 它就等于 我们可以把负的 这个提出来 里头就是r平方 分之dr from ra到rb r a是什么呢 r a就是这一段 r a 这一段 就是r b r b 这个 积分积出来 它是等于负的 我们其实以前都导过 都导过 gm me over r a 减掉 负的g m me over r b 等于这个 那么 这两个 就等于负的 e pb e pb minus e p a 所以它就等于负的 delta e p 就是说 我们的重力位能 引力位能 有引力做的功 它可以写成 未能改变的负值 因为 它最后的形态 只跟起初的位置 与末后的位置有关 跟当中的位置都没关 甚至于跟你走的路径都没有关系 只要你起初从a点那里 只要你经过a点跟b点 你的什么路径都没有关系 它的功就是这个 因此这个功我们就可以称为是potential energy 是potential energy ok 那么 因为它只跟起初末后的位置有关 如果说末后的位置又回到起初的位置 就说它绕了一抽又回来了 它的位能差就是零 就是零 因此我们说呢 引力也是一种conservative force 它是一种保守力 引力是一种保守力 ok 那么 到底它的位能是什么呢 到底它的位能是什么呢 我们以前讲过啊 你不能把这个就当作位能呢 因为它积分的时候会有一个常数在里面 这个常数是什么 你不知道 但是这两个有共同的一个常数 一减就消掉了 你如果要单独写这一项的话 这个常数还在 到底是什么常数呢 我们说这个常数啊 它可以随便你设定 因为它始终 我们所讲的始终都有两项 都是两个位置的位能差 它最后一定是减掉了 但是你要说 我就写出一项来 跟某一个 某一个我们做参考的项来比较的话呢 你这个时候啊 你就要把这个常数啊 设定 设定成最方便的 为原则 那我们现在说 它的EP Potential Energy 是等于这个东西 等于这一项 ME over R 然后呢 要加上一个 常数 这个常数啊 没有关系 那你什么常数都可以 反正最后它减掉了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设定 设定 设定一个位置 它的电位等于零 以后都跟它来比较 你EB-EA 这是两个差嘛 对不对 如果 EA是零的话 那EB-EA就是EB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用一项来代表未能差 我们设定 R在无限远的时候 我们根据这个形态 它在无限远 EB我们设定它 等于零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你这个设定之下 在你这个设定之下 我们就知道 C是等于零 这个常数设定它等于零多好啊 那以后就不要写出来了 对不对 你如果设定一个数值啊 你说我设定它 那在无限远的时候 这个是R0 这个是R0 等于C C就等于EP0 减掉一个这个东西 那多麻烦呢 我们就用这个好了 在这个时候 任意点 就是任意位置 的位能 为EP 我用颜色来写 EP等于负的 G M Capital M E Over R 就是这个 你用这个的时候 就表示 它在无限远的时候 EP等于零 OK 好 那么 我们就 以后都 用 用这一项 这就是它的 重 重力位能 将来如果是 两个星球 之间 比如说 一个行星跟太阳 太阳之间的位能呢 我们就可以设 距离太阳 无限远的地方 位能等于零 那么它的 位能就是等于 行星的质量 成太阳的质量 然后行星跟太阳之间的距离 这带进去就好了 OK 好 那么以上我们介绍的是 重 引力 为难 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 Kepler的行星 运行定律 Kepler 它的行星运行定律 我们简单就称它叫做 Kepler's law Kepler's law OK 我们以前 第五章 做过一个例题 跟第 我们 未能 那一章 也做过同样一个例题 一个是用动力学来解 一个是用能量 用基建能守恒来解 就是用功能定律解 同样的一个题目 你们 我们看看等一下 有没有时间 有时间我就介绍一下 没有时间 你们回去把这题目看一看 因为我做过了 我们再做一次 没有什么太大意思 OK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Kepler的行星 Capital's law 它一共有三个定律 第一个定律 就是说 它行星就是指太阳系的行星 另外如果还有别的太阳系的话 是指那个太阳系的行星 OK 它是指它的行星 跟太阳之间的 这个一个规则 好 它第一个 First law 它是说 行星 绕太阳的轨道 一般可以用 一般可以用椭圆来表示 就是行星绕太阳的轨道 都是椭圆形 我们画到这里 等等 这个图 没关系 我们先先画 等等 多画几个 画得不太好 好 椭圆 行星 这个是 算 这个是R 它始终在圆这个切线方向 跑 那么 行星 要太阳的轨道 都是椭圆 然后太阳在哪里呢 是在两个focus 就是焦点 两个焦点中的一个 太阳就是在两个焦点中的一个 这个是 第一个行星定律 第二个定律 第二个定律 是说什么呢 第二个定律 叫做 面积定律 它说你这个 椭圆 椭圆 椭圆形的轨道 比如说你起初在这里 起初在这里 看怎么绕 这样绕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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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这个角 是θ角 θ角 它从这里走过一个很小很小的距离 以后 这里有一个 dc 他角 dc 他角 我画错了 应该画的焦点才对 焦点 好 这个是θ 这个是dθ 这个是dθ OK dθ 它从 就是说 你这个行星到太阳之间的这个连线 所少过去的这个面积 就是这个面积 dt秒少过的面积 我们应该说 它单位时间少过的面积 都相等 那我们就取dt秒 好 ds等于什么呢 等于v乘上dt 就是这个 很小很小的距离 好 那么 这个面积 叫做da 面积 可以用向量表示 不过我们 我们就不管向量了 我们就是用这个 我们就用这个存量好了 好 现在我们说这个da 是等于什么呢 我们先写 da 是等于二分之一 因为你这个很小很小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妈妈呼呼把这个 当做是一个三角形 而一般呢 椭圆没有这么厉害 没有扁得这么厉害 一般行星的轨道啊 跟圆呢 差不了多少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轨道 那是什么星呢 彗星 彗星才是这样的一个轨道 它绕一周啊 有时候七八十年 就是它那么那么 轨道那么长 那么一般的行星呢 几乎都跟圆差不多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二分之一 就当做好像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一样 就是底层 就是底层 二分之一底层高了 这个是R 好 那就可以当做是R Cross V D T 我们取绝对值 就是取它的大小 OK 那么 我们先摆在这里 这个东西先摆这里 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行星的 行星的这个 角动量 跟它的力局 好 行星这个时候 所受的力 是什么力呢 它唯一的一个力 就是 Gravational force 就是太阳吸引它的力 其他星球会不会吸引它 会 但是那个力啊 都太小 因为距离它太远 太远 所以我们就当做只有太阳的力啊 影响到它 唯一的一个力就是这个力 而这个力跟什么有关呢 跟R Univectal 方向相反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说它的 Angular Momentum Angular Momentum的定义是什么 是R R Cross MV 对不对 MV 好 那么 这是它的 Angular Momentum 不是这个 我看看 Angular Momentum 我们说它的TALK 是什么东西呢 TALK 就等于R 就等于R Cross FG 这个等于0耶 因为这个方向跟这个方向正好几度啊 180度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方向是 这个Cross是0 你看这个 F在这一边 R在这一边 它们夹角是几度啊 180度 Sin 180度就是0 因为这个等于0 因为这个等于0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SIGMA TALK等于这个 所以 Angular Momentum等于R Cross M Cross M 它是等于Constant 角动量守恒 角动量守恒 行星的角动量守恒 好 角动量守恒 我们现在回到 回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把它改写一下 DA 我们把这个DT写出来 这里乘一个M 这里除一个M 两倍的M 好 这里我们写R Cross M V Over DT 那这个就是什么 Angular Momentum 那么 你加个绝对值 就等于大小啊 2M 分子Angular Momentum 乘T 那因此 我们就有 D A Over DT 就等于 两倍的M 等于 定值 OK 是Cabular的第二定律 Cabular第二定律 好 那么 你看他可以用FG来 就是牛顿那个定律 用进去 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这个是 我们 这个地方 最好是写这个 这个时候的M 就等于M Planet Planet 就是 行星 行星的 这个 这是行星 的质量 行星的质量 OK 那这个时候 这个就是行星的质量 这是太阳的质量 行星的质量 这是太阳的质量 好 现在我们要进行 看Cabular的第三定律 The third law of Kepler third law 第三定律 讲什么 他是说 行星绕太阳 它轨道运行的周期的平方 跟它的半径的平方 因为我们刚刚说 它这个椭圆相当于什么 一个圆 就与R的三次方 T平方 跟R的三次方 成正比 T的平方 跟R的三次方 成正比 好 我们现在呢 要来看这个 我们说这个 行星绕太阳 这个轨道 妈妈糊糊 可以看成一个圆 妈妈糊糊 可以看成一个圆 那这个时候的 太阳 在这里 那么 行星 在这里 Planet 这个是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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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近似于原型的轨道 近似于原型的轨道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 它之间的利 这个力呢 就是Gravitational force 就是这个 它就等于 负g me over mp r平方 这是它的力的来源 有这个音 就会有果出现 它的果就是等于 m planet 乘上 向心加速度 向心加速度 我们就负的V平方 over r square 这个 也是超水的 因为它近似于原型轨道 所以它只有向心加速度 没有切线加速度 OK 这是麻麻糊糊糊的 就说近似于这个 我们可以说近似于这个 从这里头 我们就可以把 mp约掉 mp约掉 那么 我们就得 这个 这个V V平方 我 抄上去 等一等 我写错了 这个 这个地方是 r r k 好 我们r 约掉一个 好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式子 这个跟这个相等 我们再写一下 好 好 这个剩这边 好 这个呢 就是V平方 over r 如果没有约的话 我们就是写r好了 不要约好了 V平方呢 V平方我们可以写成 2 πr over period 平方 period平方 OK 好 你把这个式子整理一下的话 我们就得 所以 所以 我们就有 period 的square 要等于 4π 平方 gms r 三次方 这里都是常数 都是常数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ks 这个常数 乘上 三次方 就是说 t平方跟r的三次方 乘正比 好 那么这个常数 常数 ks s 就等于这个 这个 s second square per meter square 这就是第三定律 OK 以后我们就可以 用这个式子来 算 你如果 你知道这个 是什么样的一个 哪一个太阳系的太阳 不一定是指我们太阳系 银河系里面有数不清的太阳系 有无穷多个 无限多个太阳 你看哪个太阳 所以这个 看太阳而定 它的行星半径是多少 它的周期就多少 通常这个半径 我们不好算出来 那么远 你怎么算它的半径 我们可以算它的周期 你知道吗 period 可以看 你看它的周期 周期知道 你就知道它的 绕太阳的半径是多少 好 这个是 kepler的三大行星定律 以下我们就来看一下 行星轨道上 行星的能量 跟我们地球 人造卫星的能量 有什么关系 它的运动 形态跟能量 有什么关系 感谢观看 来我们 首先看这个 我们说行星跟太阳 或者是人造卫星跟地球 它们的卫能 就是我们刚刚说 导出来的这个形态 我们假设这个 我们现在假地是这样 通常都差不多是一个圆形 跟这个圆的差不了太多了 我们就把它当作圆形 轨道好了 好 这个上面是 小M 这个是大M 那大M 我们可以看成是 如果你把大M 看成太阳的质量 那么小M 就是地球的质量 就是行星的质量 不一定是地球 如果这个是地球的质量 小M 就是人造卫星的质量 这样子 那么这个系统的 我们假定它在这里 速度是V 它绕的时候 角速度是Omega 这个半径是R 那么系统的卫能 卫能 我们可以写成 E P 等于负的 G M Capital N R 这个 是个负的 Potential是个负的 因为我们是设定在 无限远的地方 Potential Energy 等于零 但是你想 我们把一个东西 提得越高 它胃能应该越大 对不对 提到最高最高最高 最远最远 它的能量应该是最大 最大的能量是零 那么其他有限的能量 一定是负的 是一个负的 好 我们现在又由这个 这个力 我们由这个力来看 这两个负量产生的力 这两个负量产生的力 的大小要等于M V平方 over R 这就是我们刚刚 写过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求出 它的动能 你看你把这个约掉 一个 所以 系统的动能 动能 EK 等于什么 等于二分之一 M V VSquare 就是这个两倍啊 大小是它的一半 但是这个是正的哦 那么我们就看系统的机械能 系统的机械能 系统的机械能 1 要等于 1K 加1P 好 那么 它就等于 2 2R G M M 减掉 2分之 GM M M 它是等于 负的 2R 它的 系统的 总能量 其实就是总能量 是等于 是等于 负的 等于负值 等于负值 好 那么 现在 我们就 看这个 那么 我们刚刚说 未能呢 等于零是在哪里 在无限远 对不对 未能 等于零在 无限远的地方 那么 动能呢 动能是这个 跟R有关系 R有关系 你看 R越大 动能就 越小 对不对 所以你 你绕 这个 行星绕 太阳的轨道 的大小 跟它的 动能有关 动能越小 它的轨道 就越大 动能越大 它的轨道 就越小 这要记住 等等 我们要用到 当R去 无穷 大的时候 动能是多少 等于零 那也就是说 动能 也是零的时候 这个值点 在哪里 也在无限远 对不对 所以无限远之处 如果这个值点 在无限远之处 它的位能 也是零 它的动能 也是零 那么它的 总能呢 就是零 好 它总能是零 它就是距离 比如说我们 星球距离太阳 无限远 这状况就是这样子的 你现在放一个 人造卫星上去 可不可以放到 如果你要放到 无限远的话 无限远的话 你这个动能呢 到那里 动能就是零了 你要 就是说 我们现在 放人造卫星 就是怎么样呢 你放得越高 越高 它的 你还要把它绕着轨道了 它绕轨道的时候 它的动能呢 就可以越小 可以越小 它才不会掉下来 可以不掉下来 你如果放到无限远 它不动 它也不会掉下来 没有动能 它也不会掉下来 OK 那么 总能量是零 那就表示说 这个星球啊 跑不出去了 逃不出这个太阳的引力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图画在这里 这个图要大一点的空间 我们把畏能 动能 总能 三个曲线 函数曲线 画一下 这个是R 距离太阳的 距离 这个就是它们能量 它的动能 你要到无限远 它才会趋于零 这个是什么 EK EK是正的 EK绝对是正的 因为这些值都是正的 EK是正的 所以它是在零的上方 好 EP是什么呢 EP是负的 这也要去无穷远 去无限远 它才会趋于零 好 这个是EP EP是负的 EP是负的 那么总能是这两个加起来 两个加起来以后 它的能量就是 这个 用白颜色就好了 这个是 这个是它的E 它的E 因为 它这个能量曲线永远是负的 我们以前画过这个 因为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Conservative Field 里头的能量 所以它里头的力是Conservative Force 我们以前讲过 如果你这个未能紧是这样子的话 在这个当中的力啊 都要朝向 朝向这里 那就是说 你在这个负的能量里面 你这个受的力永远是被吸引的 你逃不掉 永远是一个 被束缚的一种情况 OK 所以我们看到 因为它的整个总能量是负值 一 整个是负的 所以这个行星的轨道 或者是人造卫星的轨道 都是 都是封闭的 所以轨道为封闭的 所以轨道为封闭的 就说他们是被束缚的 我们知道人造卫星的最后啊 还是掉下来 到最后还是掉下来 没有说最后人造卫星啊 往外飞出去的 没有 OK 因为你要逃出这个 逃出这个系统的时候 你的总能要大于零 才跑得出去啊 那么这个是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封闭的 所以我们说它是负的 所以它是被太阳牵引住 人造卫星就是被这个 被这个地球牵引住 所以跑不掉 好 如果我们把这个长轴来取代 这个这个柿子或者是这个柿子 我们现在把这个 我要把这个轨道画出来一下 系统的机械能 好 我现在把这个 不是太夸张了 画的 画的太夸张一点 好 这个是 两个焦点 好 两个焦点 那现在呢 我画一个 这样的一个图 我的图 10 6 6 7 等等那个 到哪里去了 好 好 好 这个是 M M 这是R OK 这个是 Theta 好 这个是 大质量M 大质量M 那现在啊 我们说这个是什么 这个距离 这个我们把它当做是Ra Ra 好 那么 这个中间 中间这个地方 我先把它画出来了 这个A就是长轴的一半 长轴椭圆形 它有长轴跟短轴 长轴的一半 我们称它叫做A 那E呢 叫做离心率 离心率 离心率如果是零的话呢 那就表示 这个焦点就 两个焦点都在这里 那这个轨道就是圆的轨道 圆的轨道 OK 那么 这个是离心率 离心率越大 表示它这个 椭圆越扁 它长轴越长 越长 我们写一下 好吧 长轴的一半 一 为 离心率 叫离心率 叫 Eccentricity Centricity 好 那么 这个焦点 跟中心的距离 叫做EA E乘3A OK 好 那么 嗯 油3A 我 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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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1等于0 那么交点呢 二交点合而为1 就两个交点都在它的中心 它就是圆形轨道 这个时候轨道为圆形 轨道就是圆形 大多数的行星的轨道 离心率都非常小 你要记住这个 因为以后很多我们都要用这个事实 大多数的行星轨道 离心率都非常小 非常小的话就是它比0大不了多少啊 那么它就是一个圆形的轨道 圆形的轨道 那么它在这一点的时候 这一点我们称它叫做RA RA我们称它叫做远日点 远日点 或者是远地点 远日点就是行星对太阳 远地点就是人造卫星对地球 就是行星距离太阳最远的那一点 叫远日点 人造卫星距离地球最远的那一点 叫做远地点 那么英文呢 它叫做EPHILUM 那么RP RP就是这个 这叫近日点 这两个名称不一样 这两个等等我等等写这个 如果是人造卫星的那种 叫远地点 远地点我们称它叫APPOGE R.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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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叫做近日点 近日点 近日点 我们称它叫做Perry Perry 如果是人造卫星的话 这叫做近日点 它叫做Perry Perry G 这些我们都差不多 我们都熟悉一下 近日点 那么 接着我就要再看它的 我们再看它的这个 这是介绍鬼道上的东西 好 现在我们再看能量 看能量 因为总能量是负值 所以它是一个被牵引的 是一个封闭的 OK 这里有写 好 如果说 我们说 总能呢 与弥星率无关 总能跟弥星率没有关系 跟弥义没有关系 所以只要半长轴一样的所有轨道上 只要这个半长轴一样大 半长轴一样大 那么 它的这个 总能就一样 只要半长轴一样大的轨道 都有相同的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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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么 我们 现在就可以把 这个 有同样能量的这个 星球 它的轨道 有的是圆的 有的是椭圆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是 一等于零 这个伴奏 这个半径就是它的长轴 就是半长轴 实径就是 就是长轴 好 那么 再大一点 再大一点 我这画得不好 你们可以书上面去看一下 好 它这个就有点椭圆了 但是 它这个半长轴 半长轴 半长轴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半长轴跟这个A是一样大 OK 半长轴跟A一样大 就是从它的中心 中心 到它的这个焦点 到这里 到这里 我这个画得不好 不容易看出来 好 好 我们说 我们不要不要去 因为这scale 你画得不准 定不出来了 好 这个就是 1等于0.5 它就变成椭圆了 但是它的半长轴 是一样长 半长轴 它的半长轴 跟这个圆的半径是一样 好 如果离心率再大一点呢 椭圆更扁 这个时候 1等于0.8 0.8 OK 好 如果更 更小的话 这个就0.9 0.9 0.9 OK 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一般的行星大概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 如果是人是会心的话 就是可能是这个 可能是这个 OK 好 他我们看到他一次啊 大概一生只能看到一次 看不到两次 好 以上是介绍这个 人造卫星 行星跟人造卫星的轨道 好 回到 那么 我们现在啊 最后我们再来 看一看这个题目好了 好 好 这是地球 好 好 半星是R 值量是M1 好 那么 现在呢 我们在地球的表面 以V0的速度 上抛一个球 上抛一个小指点 M的指点 好 然后他要到 某一个高度 好 某一个高度 OK 好 这个高度啊 我们 假定 任意高度 如果 距离地表 距离地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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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等于半径 H等于半径 V0要多大 好 第二个就是说 当它的高度是无限大的时候 就是要把它丢出这个地球的引力的时候 那我们的丢出速度V0要多大 OK 好 求这个 我们以前不是求过吗 我们说 好 好 最大高度 VR 或者B 无限大 求V0的值 好 求V0的值 OK 好 那现在 怎么做啊 我们不是做过 两个方法吗 两个方法吗 一个是什么方法 动力学 好 由动力学来做 就是由牛顿第二定律 就是由牛顿第二定律 应用牛顿第二定律要怎么用 我们这些学习都快过了 我们这些学习都快过了 怎么用 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把图画出来 把指点兽的外力画出来 对不对 力图 你考试不要忘记力图 这个学习都快过了 这个学习都快速度 我们可以读 这个学习都快速度 我们可以读 这些学习都快速度 F, Gravitational force 它是等於m 因,這是因 果呢?等於ma 所以我們就知道它的加速度是等於負的 負的 我們可以把a 去寫這樣 負的 m1 g 負的 那麼加速度 你看,它不是常數 所以它不是等加速運動 那我們就要用積分來解 好,我們現在假定說 定這個是r univactor 那我們用一維運動來講 一維運動 好,我們用正負號來表示 A等於 等於這個 這個不要寫了 好,A等於什麼 等於 因為它是位置的函數 所以我們就要用這個v 乘算dv over dr 要用這個 要用這個 好,要用這個 OK 好,那麼我們就把這個 這個 積分呢 分成 兩部分 分成兩個 積分 它就等於負的 g me 然後這個是 然後這個是 r平方 分之第二 第二 好 它現在是從 r 到 我們先不要寫r到哪裡 我們先寫r1到r2 好了 v 這是v0 我們還是寫v1到v2 我們還是寫v1到v2 好 好 那這個積分器出來呢 這邊就是二分之一 v平方 v1 v1到v2 那邊就是負的 mg 好 那這個是 r2 r1-r2 r1-r2 v2 v2-v1 省一點 好 我們主要的是要求v1 主要求v1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v1 square v1 square 要等於v2 square 加上 2倍的gm1 r1-r2 分之1 那現在r1是什麼呢 r1就是 等於r 我們說r1 等於capital r r2 v2 等於capital r 加h v2 就等於v0 v2等於v0 我們可以把這個 等於0 我們就 v1 等於v0 好 好 我們就寫v0 平方 要等於2gm1 那這個是r1 r分之1 減掉r 加h分之1 好 現在我們來 代a跟b 的條件 代進去 a a 就是 當v等於0 的時候 就是這個v等於0 我看看這個v2還是先不要 v2還是加進去好了 v2平方 所以v2等於0的時候 它的h 它的h要等於r h等於r 所以v0的平方 這是0了 OK 好 等於2m1 和r分之1 減掉 2倍的r分之1 所以它就變成m1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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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這個就變成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乘R 所以V0就等於根號R乘上G0 Part B就是V2等於0的時候R approaches infinity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那個式子寫成 V0平方這個是0,這也是0 就是2兩倍的GME over R 我們可以寫成兩倍的G0 of R 所以V0就等於根號2G0R 這個速度又稱叫做逃脫速度 因為它可以伸到無窮遠的地方去 所以這個叫做逃脫速度 這以前我們都講過了 我只是為了我們現在才講這一張 讓這一張能夠比較完全 我再重新做一遍 escape velocity escape velocity 好,第二種方法我們可以用能量來做 功能定律來做 功能定律來做 方法二 用功能定律解 功能定律解 那我們就把功能定律寫出來 work of non-conservative force 要等於1分之1mv2平方 加上加上就是減的 因為它未能本來就是減的 over R2 減掉一個2分之1mv1平方 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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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mv1 over R1 功能定律 我們首先看這個 non-conservative force 它現在只有唯一的一個力 我們剛剛力圖插掉了 就是fg fg是conservative force 因此non-conservative force 不是根本沒有 它就是零 零的話這兩個 機械能守恒 你就可以帶進去就算了 我們把這兩個式子 整理一下的話 我們可以 我們乾脆這樣學好了 R1 就等於R R2 R2 R加上H V1 就是V0 V2還是V2 V2等等會有 V2是等於0 V2等於0 V2一定是0 不就要V2 V2等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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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 就是馬開 V2等於0 V2等於V2 把它帶進去 我們就可以等於 0等於0 二分之mv2平方是0 減掉gm r2r2是r r加上h maxima 要等於這邊 二分之1mv0 減掉m1 大家都把m約掉 我們就得v0平方 這裡有個g漏掉了 等於g乘上m1 r分之1 減掉r加上hmaxima 這個式子不是跟這個 跟剛剛那個 是不是差掉了 一樣 好 我們說a 這個等於r 那麼v0就等於 gm gm over r 所以它就等於 更號 2分之1 7 更號 2分之1 2分之1 7 0的r 2 是嗎 剛剛是多少 2倍啊 應該我記得是2倍啊 喔這裡要2倍 這裡有個2 ok 這樣就對了 2倍的 2倍的 在裡面 不是這個在裡面 等於這個 說過 等於這個 這是一個 好 就是等於 gm 因為這2分之1嘛 r 所以等於更號 g0r 好 part b h maxima 等於 無窮遠 的時候 v0 就等於 2倍的 cm over r 就等於 更號 2倍的g0乘上r 一樣的 這是做 我們做 唯一的一個 立體給各位看 那麼 萬有引力 我們就 大致介紹到這裡